哨声吹响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为你带来的 2022年中创联赛第九轮 成都荣诚 对阵天津金猛虎的较量 画面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成都荣诚 天津金猛虎 今天穿着他们蓝紫色的战袍 这场比赛由王宇来陪大家一起观看 吸了十多分钟场上出太阳 从这个好球后点 再看回放 打在了白月锋的手臂上 出的底线 当然不可能是点球 但是应该又是个脚球 金猛虎又要自己开 开起来 徐家明打到进区外 干超可以抽射 这脚球打歪了 华顿回来接 卢萨再往进区冲 能不能坐回来 王秋名好球 脚下真细啊 再挑到门前 贝里奇 他不得还没提 这下一过一没过去 白月锋今天踢得真好 老当一撞 中路胡瑞宝断球脚远射 变相之后球进了 11比0 第30分钟 胡瑞宝的外围远射 在门前有一个 诡异的弹地变相 看啊 这个远射 这是罗萨坐了球车 远射确实是 电梯球的效果 然后有弹地 门前弹地 这对守门员来说 是非常麻烦的一种状况 弹起来以后 徐家明对球的高度判断 出现了问题 这球丢的不应该 让田一农来开架炮 巴顿一脚远射 弹到门前 贝里奇看着对方的球门 没看身后 这个球 他就是看身后 恐怕也约背了 不散 好球 这个配合有想法 王秋名过来了 大门 太正了 白玉峰 贝里奇 好球 做得漂亮 大门 稍微偏了一点 扛着李查德 没有自己任何拿球的企图 但是他这轻轻的一流 四两拨千金 给王秋名制造了 非常好的射门 击毁王秋名 可惜了 安诺华尔向前 好球 这球传过来 协维军坐回来 贝里奇大门 协维军这个位置 居然放空了 没有人和他 争高空的落点 安诺华尔这个脚下 其实七个中场 也不错 贝里奇来了 贝里奇大门 还有补射 球进了一比一平 但是贝里奇开始越位 巴顿的补射 把球打进 再看贝里奇 并不越位 这球是个好球 贝里奇这脚 外脚被打得 已经很清零了 彭晓峰的反应也很快 但是 刚刚那一次 谢维军的百度 贝里奇的射门 就反映出来 成都的中位 盯人不紧 这次是刘斌 也没有贴住身后的巴顿 穆塔利弗 穆塔利弗 踩单车 自己横切 射门 敲进了 好球 18岁的小将 穆塔利弗 一球成名 从踩单车突破 到横向的连续的过人 到最后的射门 这一下行了 18岁的 中场球员 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如此炸裂 这球是不是后卫挡了 正好调出了一个弧线 一跃过了徐家门 再看 确实 石岩起 头球抢到了 谢菲军 这球非常难 好球 刘斌过来了 刘斌 再往进去 递走 刘斌 还得拿球 枪行打门 被挡住 王家南的防守 还有机会 金平友传得不错 向百序 花门而出 但是这球 虽然没进 不过比赛结束的 哨声也吹响了 中超联赛第九轮 成都中成终于如愿拿到了 升上中超以后的第一场胜利 他们2比1 战胜了天津金门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